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近年来随着社会日益开放 自由风气不断蔓延 美颜整容木染成风 普通人整容都是为了变美 然而这位来自美国洛杉矶的奇男子 进行了一百多次的整容手术 只为把自己整成不男不女 看不出性别的外星人的形象 这在四海八荒也是实属罕见 这位奇男子为什么会迷恋无性别身份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无性别整容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尼 从17岁开始 他就从心里觉得自己是无性别的生物 维尼不希望别人叫他小哥 也不希望别人叫他妹子 他有个特殊的梦想 做一名没有性别的外星人 维尼生下来是个男孩 从小到大 他就一直和周围的小伙伴格格不入 这让他有种自己好像是被社会抛弃了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成长经历的影响 从17岁开始 维尼就不想做一个男人 但是他也不想变成一个女人 于是维尼决定开创先河 成为一个无性别的外星人 维尼为了让自己的外观与内心相符 他毅然决然地开启了整容之旅 先是进行了封唇手术 而后进行了两次鼻整形手术 维尼为了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外星人 他的整容道路越走越远 他已经做过大大小小共110次整容手术 包括35次全身及面部激光治疗 12次脸颊天充 2次眉毛天充 15次嘴唇天充 10次皱纹天充 5次垫鼻 一次下颜碱肉毒干菌 5次脸部换肤 还有20次脸部冷疗 在别人眼中 维尼一直在改变自己 甚至觉得他很怪 但维尼称已经回不去了 他现在满脑子只有整形 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手术后 维尼已经从一个普通男孩 变成了一个不知道男女的生物 至少从外表上来看 维尼感觉自己离成了外星人的梦想 更进了一步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外星人 每次出门 维尼喜欢把自己的头发 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还经常戴着全黑的美瞳 让他的眼睛显得格外的大 虽然别的觉得很可怕 但是他觉得 那样让他看起来像一只美丽的动物 维尼甚至喜欢把眉毛全部剃掉 因为他认为 没有眉毛的自己 看上去更像外星人 这算是一个外星人的重度脑弹粉不 维尼说 我不想当女人 也不想当男人 我想做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外星生物 维尼希望自己的外表 能让人惊讶到无法直视 又觉得她很美 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 维尼表示 真正的重头戏还没开始 维尼表示 现在的她只是外表像外星人罢了 她希望她的外在和内在做到统一 下一步 维尼打算花16万美元 把生殖器 乳头 肚脐 统统移除 对前额进行重新调整 让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无性别外星人 额的神 这容整到这地步 也是没谁的呀 对于摘出性器官 维尼说 我从17岁就想这么做了 我不想大家觉得 我只是想当女人 我不需要性器官 也能活得好好的 我只想做我自己 维尼从多年前就积极参与LGBT平权运动 她发现自己既不是同性恋 也不是双性恋 也不是变性恋 她只是想做她自己 LGBT指的是性少数群体 在性侵向性别认同 性身份或者性行为等方面上 与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群体 也就是常说的LGBT加群体 同性恋 双性恋 无性恋 跨性别 见性人等都属于性少数群体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 性少数平权运动正在逐渐兴起 但是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 仍然不容乐观 联合国开发计划所发布的 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现状 仅与性倾向性别认同 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 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简细 在中国 性少数群体的能见度依然很低 在学校工作单位或宗教社群中 公开自己的性倾向 性别身份 或独特性别表达方式的性少数群体 依然很少 只有5% 维尼强调 他希望人们可以不再给别人贴标签 或者一定要把他们归类到那个盒子里 维尼认为 外星人没有性别 阻碍自己变成外星人的因素 他觉得想变成外星人的一定要处理一下 只需要留下一个排尿孔就可以了 于是他就准备做一场这样非常极端的手术 这场手术是史无前例的 要想变成无性别的人 比变性手术还要复杂 这个手术给人带来的影响未知 假如维尼只是一时兴起 难保以后不会后悔 不过维尼还是坚持做了 维尼知道自己的做法会让人觉得他疯了 不过维尼认为 他只是在做一件突破人们 对传统性别思维的好事 其实无性别主义这一概念的正式出现 可以追溯到1968年的纽约时报 迟至今日 他指向某种共享平等的生活态度 在衣着的体现上最为明显 简单来说 就是男女同穿 颜色款式材质上没有明显的性别区分 无性别理念在时尚界几次掀起风雨 1966年 法国设计师和艺术家 衣夫圣罗兰 打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套西烟装 西烟装 兼具男性礼服 刚硬的质感 和适配女性身材的柔美 男装女穿的时代自此开启 此后 无性别风成为欧洲人 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性别刻板意识的武器 女性们开始放弃传统衣着打扮 在穿衣中追寻自由 男性们则在孔雀革命中 发掘出更多对时尚的定义 色彩与款式已经不再是性别专属 早年无性别风格还只是奢侈品的专属 香奈尔 巴宝利等时尚品牌 相继推出中性服装 成为这一风格的领头军 而随着无性别风的不断发展 快时尚品牌和运动品牌 也慢慢进入无性别赛道 同时 越来越多的无性别时尚品牌 开始崭露头角 设计师们以自己的方式 演绎无性别的理念 让他们的产品不再区分男女装 跨越了性别的限制 给时尚注入了更多时尚的活泼因子 其实 无性别时尚意味着 将性别平等化 推动性别自由的前进 在时尚的层面上而言 男装女穿或是女装男穿 都不应该遭受到歧视 这是一种个人的自由 无性别主义的推崇 新的时代正在变得越来越包容平等 秉承着这种信念 维尼化的妆也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的妆容越来越大胆 完全没有明确的男女限制 可男可女 对于小伙把自己整容成 无性别的外星人的行为 很多网友还是不太能理解 大家提出了很多质疑 有的说她是精神有问题 说维尼需要的不是整形医生 她需要一个精神科医生 甚至还有的网友开始同情维尼的父母 的确 在普遍的价值观里 人们是很难接受 这些可以称之为异类的人 维尼走在大街上 常被人无情谩骂 甚至人身攻击 她说她在逛超市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有人用购物车撞她 把她硬卡在墙壁边上 有的网友在街上遇到维尼 甚至会向她扔东西 以表厌恶 然而维尼并不在乎这些 她回应说 我从小就特立独行 急去个性 因而在成长过程中 一直觉得自己被排斥 被抛弃 我之所以勇敢地进行整容 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内心的愿望 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世人 性别角色在社会中并没有那么重要 人们不应该戴有色眼镜 去看待别人 评论别人 甚至排斥别人 而应该学会宽容对待 不一样的人和事 但其实维尼代表着那一类 从小被周围人排斥 认为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孩子 而在这个世界上 更多这样的孩子 最终走向了自杀 甚至犯罪的道路 而维尼只是拼命 想让自己活成她想要的模样 目前维尼将和其他整容成瘾的小伙伴们 一起参加一档全新的真人秀节目 该节目的制作人说道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中 人们对自己的外貌 有着各种各样的憧憬和渴望 有人希望成为蜥蜴人 有人希望成为带脚的生物 有人希望成为腕脸刺青的人 维尼的整容经历 可以鼓舞这些 有着与众不同想法的人们 勇于实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或许在一个越发开放 自由宽容的社会 人们应该更多地摒弃世俗的评判标准 去更多地尊重社会的多样性 人的多样性 每个人都有权利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多点尊重 多点理解 世界将更美好 不是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件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